大志報的消息特別有些說 人的嘴天天都是滿泡華 不想奮難當幽默 這是看能想太多 只能跳過頭 小豬羅志祥近日發行新專輯 28號開始預購 曾經連續四年連莊唱片銷售冠軍的他 今年宣布簽名會將取消三拍五報的模式 也就是買三張可以合照 買五張送報報 消息一出不少粉絲心都碎了 難過的直說可不可以不要取消 就有人質疑會取消三拍五報 是不是因為怕被說在搶錢 對此小豬的經紀人陳振川表示 由於這是他去年開始接手 小豬經紀事業後的第一張專輯 因此希望企劃宣傳方式都能顛覆以往 據悉歌迷還是有機會跟小豬拍照 只是不會再以購買張數來當規則 而小豬昨天也在臉書上傳照片 問大家預購了沒 沒想到他PO的照片竟被粉絲說 跟蛇晶男好像 小豬還搞笑回應 那我美嗎 被歌迷稱讚不愧是男神 夜子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